四川的麻辣烫不仅风靡全国 而且还火到了韩国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非常受欢迎 吸满汤汁的鱼饼 再配上一大坨鲜红色豆芽菜非常的诱人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那股火辣辣的感觉 最后再浇上灵魂汤汁 那味道绝对让人通透 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妻 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摊 开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麻辣烫汤底 老板是个头脑灵活的人 在四川麻辣烫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良 口味麻辣的同时再加入韩国人喜欢的酸甜口感 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更具有层次感 韩式汤底在颜色上非常讲究 调制出来的汤色必须鲜红艳丽 看上去就令人食欲大增 汤底已经做好了 超过水的豆芽菜放进锅里烫煮 接着放入鱼饼串 鱼饼在韩国是一种非常受欢迎食材 把它放进辣汤里烫煮那是相当的到位 热辣的汤汁瞬间充满鱼饼皮里面 一口下去抱在嘴里非常的满足 顾客吃完一份不够过瘾继续打包一份带走 食材虽然简单但是剩在好味道 每天一开摊就围满顾客 这份路边摊美味你喜欢吗